以色列恢復針對加沙地帶的地面攻勢 在星期二十二月五日 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南部與哈馬斯武裝分子作戰 哈馬斯並向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彈 聯合國對加沙地帶的未來表達擔憂 並警告更加地獄般的情境迫在眉睫 以色列最初以加沙北部作為打擊哈馬斯的重點 當時很多平民逃往到加沙南部的漢游尼斯市 協議在停火七日後破局 以色列重新展開攻勢 擴大軍炸加沙南部 星期日要求汉尼斯附近的人員撤離 前往當地東北地區或拉法邊境地區 發生社星期一報道 目擊者說幾十輛以色列戰車、裝甲運兵車和推土機 已經進入汉尼斯附近 那裡擠滿了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一名發生社記者星期一晚間在拉法邊境地區目擊 在以色列轟炸後 加沙南部的建築物冒出濃煙 以色列軍方表示 他正對汉尼斯的哈馬斯和其他恐怖組織 採取攻入性行動 以色列軍方還警告 汉尼斯北部和東部的主要道路已成為戰場 打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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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flu出濃煙 打單 感谢观看